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来看秋天的天竹葵 这些天竹葵呢都是我在春天购买的 而且呢是在早春时节 大概呢4月和5月那个时候 就有天竹葵上市 我就买了一些 像眼前这一颗梅红色的吊盆呢 是Costco买的 大概是在5月中下旬吧 那个时候的气候呢 非常温和 几乎呢寒冷的日子都过去了 那么天竹葵呢实际上是 比较喜欢凉爽 也比较耐热的一种植物 在整个盛夏时节呢 天竹葵长得都不错 我也做过视频 给他们做过刚刚长新的花芽时候的视频 也做过他们完全盛开时候的样子 那春天与秋天的差别呢 主要是在于叶子 它的花呢依然很多 但是叶子呢 有一些呢就开始变黄 我呢像这颗粉红色的 我是把它已经变黄的叶子摘掉了 因为觉得配着不好看 因为它的花是这种淡淡的粉红 那像这颗三文鱼色的 肉红色的呢 我也把黄叶子都去掉了 白色的也一样 白色的花呢开得很漂亮 白色的花呢就一定要配翠绿的叶子 才漂亮 而且呢它也一直都有新的花芽 不断的冒出来 说实话呢 我整个夏天没有好好地打理我的天竹葵 几乎呢就 在最忙的时候呢 我就去种月季啊什么的 操心啊月季这些花了 就玫瑰啊月季 花的时间更多 就没有呢太多的去关心天竹葵 所以有的时候 我忽然发现它们 呃花包变少了 那最近秋天了呢 呃天气开始有一些转凉 特别是夜间 但是天竹葵并不受影响 我发现呢气温开始转凉以后 当白天的气温 低于摄氏25度的时候呢 我觉得它们长得更好了 呃其实我也同样没有太多的去关心它 呃稍微呢给它们施了一点花肥 因为感觉到它们整个夏天一直开花 毕竟是耗尽了很多的经历 耗费了很多的营养 所以初秋时节呢 我就稍微失了些肥 结果它们的长势又出现了一波新的蓬勃 像这一颗是紫色的天竹葵 虫瓣的 开启花来非常精致 它的叶子也很精致 相比较其他的几个天竹葵呢 我其实呢 呃心里面更喜欢这一颗紫色虫瓣的天竹葵 那我呢就把它重新上盆了 呃 我觉得它原来那个盆太脆弱了 一个夏天摆下来就一碰就碎 呃那种塑料的很薄 它就容易裂开 那我重新给它换了盆 呃另外呢加了个套盆 这个套盆呢底下是可以渗水的 天竹葵呢不喜欢积水 它耐旱但是不喜欢积水 所以我给它用这个套盆 呃是为了到天气真的转凉以后呢 我是想把这一盆呢 放在室内 在居室里养护的 因为居室里有阳光的地方呢有限 所以呢 我在这些天竹葵当中就挑了这一盆 呃在居室养护 其他的呢就要放到车库或者地下室 呃保护一下呢 呃让它们过冬 明年春天呢 呃再给它们重新施肥 重新养护 让它们呢重新长出新的叶子 新的芽新的花 呃天竹葵过冬 呃我将呢做一次新的尝试 呃我相信呢应该不会太难 好的关于天竹葵 我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订阅分享与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